講一下你和鍾家寶,這個很重要 就是陳瑩,這次和他剛才說了一點激情戲 先說激情戲,你覺得是否你們兩個最難處理的氣氛 都不是的,我有把他推到梳化上,弄傷他 沒有難度的,駕輕就熟 我以為拍戲是真的推的 而且梳化的傷害性應該不大 一有墊轉 是嗎?在哪裏? 我也不知道在哪裏,但那一剪他流眼淚 他哭,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最後才知道原來他真是痛,真是正親 總有一圈圈中你 今天的嘉賓已經準時來到直播室 沒錯,他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半 美麗戰場裏陪著我們的朋友 除了陳瑩、朱神禮、劉沛月和蔣家文 這四大嬌花之外,當然也有兩大男主角 其中一位在我們旁邊,他就是方力申 大家好,陳師兄 阿晴天一,你好 這套美麗戰場,當然是被譽為時裝人性鬥爭電視劇 哇,很重要 不是我被譽為被譽為 最初導演、監製兼編劇葉劉沙找方力申的時間 他跟你說這個角色的時間 他是用甚麼詞語或是他用甚麼辦法哄你拍這套電視劇 我當然是有情,我們十多年的關係 還有導演是很喜歡找自己的班底 自己的朋友去做的 還有我很欣賞他的地方 他很喜歡找一些組合,令觀眾很想看 每一個角色他都會給他發揮 當然我一開始跟他談的時候 他說陳盈是做阿寶的時候 我第一句就說 你是不是要找我跟他傳非聞 知道我們之前傳過,所以才找我 當然是被他罵 做哪有其他原因 當然,唯一的原因是想利用你們那段緋慢 我幾擔心,不是我想演戲 我要讓人知道我懂得演的 不只是做至上明星 他說不是,你這個角色是做一個有錢仔 我有錢仔就是簡單 我本身就是,做回自己有什麼好做 他又要追女生,我整天都拍那些 之後他就說不是,最後有很大的變化 所以我也覺得好笑 因為其實現在剛剛到昨晚為止 其實我都沒有變化 只是做了一個很不喜歡的爸爸 比較廢的有錢的花片 不用走 後面笑 後面會好一點 發揮會比較多 我的粉絲跟我說 他妹妹說,你那個方玉珊 你那個方玉珊 沒有方玉珊,你那個方玉珊做得不錯 不過他都是演自己,口花花的 很簡單,做回自己 然後我的粉絲就說 你看這個世界對你的誤會有多深 我就說,明明我都很孝順 我要做一個不孝的人 我有做一個廢的人,明明是傑青 都說我本身是這樣 真是慘 錯怪了 觀眾入氣太深 剛才你也說了 跟葉念心導演合作了十幾年 一直拍他的電影 今次跟他一起拍電視劇 他也是第一次拍電視劇 在片場上的感覺會不會很不同 會扯很多 很多女演員 真是恩公 我過不了她嗎 過不了她 過不了她的蜂壇 女生圍住了她 演員應該坐在導演旁邊是對的 看自己的playback是對的 位置不夠多 過不了過去 遮住了她 其實雖然是電視劇 但拍攝的時候的感覺 因為導演也是用他的班底 也是電視劇 而且大家都最害怕的 在大台拍是否日雨夜夜接日 沒有 都是十二個小時一組 所以也不是很多OT 所以拍攝的時間 應該說時間上不是很長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量是很大的 上場戲都是吵架哭 所以其實那些演員 我講這次女生的主角 其實真的很辛苦 很燒耗體力 你會吵架 非常非常 剛才你講到看完劇本之後 就要去找導演談談 搞錯呀 這些呀 導演想服你 只是拖時而已 最後就是很不同 坦白地問她 那你之後那些戲 是不是都好像演員一樣 很燒耗體力 很吃力 是不是有這些 是不是有很多藏上戲 消耗體力是這些 突然間去了這個方向 因為戲率 預告也有說 其實一開始我都問導演 我問為何我們的預告 都被人看了那麼多 然後他都說 其實現在的宣傳 是真的要讓人知道 如果人家連這個都不知道 可能人家一開始 都沒有興趣去看 而且當你看的時候 很投入 都未必會記得那些 可能他開始看那套電視 一開始你們不是這樣的 但後面可能才會有個變化 想看怎樣 但怎樣他會變成這樣 也是的 後來其實現在都知道 我和John哥 飾演我爸爸 姜大衛 姜大衛是很不對的 因為我是覺得 他害死了我媽媽 當然到了我去追忠家寶 追陳瑩的時候 然後家人當然會反對 因為他希望我和朱神禮的唐欣在一起 唐欣是青梅竹馬 是的 所以一開始就會令到我 很任性 而且我覺得我的角色 真的很喜歡鍾家寶 我當然不理反對 堅持羅伯歐與朱利業 但結果也有落魄 被人憲落 有不好的時候 如何取捨去決定 然後就說說你和鍾家寶 這個很重要 就是陳瑩 這次和他剛才 大家有說了一點激情戲 激情戲 先說激情戲 你覺得是否你們兩個最難處理的戲份 都不是 激情是哪一部 我有推他在梳化上 弄傷他 激動 沒有難度的 家輕就熟 我想拍戲是真的推的 而且梳化上的傷害性應該不大 一有戰轉 是嗎 在哪裏 因為我都不知道在哪裏 但是那一剪 他流眼淚 他哭 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之後 最後才知道原來他真的痛 真的正親 因為我和他本身已經是好朋友 所以這次要演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又緊張 但是亦都很興奮、很開心 開心就是 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演戲 但是緊張就是 因為 你知道陳瑩這幾年 他有很多作品 亦都很受歡迎 很適合 但是我在這幾年 其實我拍戲是少了很多 在疫情這段期間 大家看到我都是做一些綜藝節目 主持 所以其實我是很緊張這個角色 而且我很想做好這個角色 所以我給自己的壓力也有 再加上跟一個這麼熟悉的朋友演戲 畢竟我都是他前輩 他也看我的戲很大 我真的跟他演的時候 我想特別做得好 想讓他看到你的朋友其實是 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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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多NG和他都是我 這麼好性 因為緊張 所以就是有很開心的時候 有時候拍電視劇或是做主持 甚至是做歌手都是這樣 工當藝術 那一陣子你演出比較多一點 當然 你的信心會比較大一點 如果不算廉政行動那麼短 你上一次拍電視劇是華麗轉身嗎 哇 你想想一五年 是七年前 七年沒有拍過電視劇 你說說每一天都在開工 每天都在操作 陳瑩那些一年可能拍三至四套 就是了 是不是 是呀 事前有沒有做些什麼惡保 其實很難 當然一般我應該說 基本的對拍戲的知識 是會繼續存在 但是你始終真的 操作機實戰的緊張 是另一件事 就像上台唱歌一樣 是紅燈穿著 這是一個要熟能生巧 要見得多 所以我一開始拍電視劇 對著他的時候 我自己的NG會比較多 以前我沒有NG 哪有NG 以前兩頁子的對白說就說 但是這次也要 我想拍了一個星期才會比較好 都會的 要熱翻身 你想想 風力薪是學霸 是不是 你讀書 念書 簡單兩頁子十頁子都是這樣做 運動員 所有事情都可以操練 苦練到可以練到 你覺得有沒有跟秦瑩最難忘的一場戲是哪一場 我想最難忘都是大家看到要動手那場戲 因為那場戲其實我們要演的時候 當然劇本可能是說 就是說都是那些動手 然後你就會推他 會動 三角形那幾何 對三角形那些 三角形那些動作戲 但是這些就是現場要量度 還有很多時候都是要一鏡頭 所以中間我們吵架的碎嘴是劇本沒有的 是要自己加 要自己在兩個人合作的球中要 要推動到那個情緒才可以做到 因為寫不會寫你推我一下 我推你一下 然後你說什麼我回答你什麼 所以那時候就要在現場 大家要去夾 其實都好像動作戲一樣 真的要告訴他 否則你突然推他 你說到這句我就會推你 反過來他想突然推我 推我不動 如果被他推得動的時候 我都要 所以大家都要夾 要講個默契 所以這些就是在現場好玩的地方 和在一起 對著陳瑩就比較熟 可能拍戲就會緊張一點 你剛才說 對著朱神禮 大家是認識不認識的嗎 本身不認識的 本身只是之前可能見過兩次三次 所以就 沒有NG了 不是 是一樣的 我一開始拍的時候 一起拍 總之我未必是對著陳瑩特別緊張 只不過我對著陳瑩 我這麼久沒有拍的時候會緊張一點 加上在他面前想做得好一點 但朱神禮可能是有緊張的地方 但是如果說我們的接吻戲 其實已經是拍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熟悉了 什麼叫拍了一段時間 我不太明白 拍了戲 拍了劇一段時間 四節拍 四節拍 哦 你覺得我有時拍劇很慘 怎樣 怎樣 一來到同一個陌生的女演員 第一場 第一場戲就要拍接吻 嘩 或者真的要 我也試過 嘴膽 你一來就 那些才 難搞一點 那你還有少許時間煮一煮就更好 煮一煮就更好一點 那你跟Morning豬好吃一點 還是阿寶寶吃一點 哇 陳瑩好吃一點 其實我跟Morning豬那個是很激 但認真說的 這麼激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因為撞來撞去撞來撞去 撞來撞去 很多東西都是撞來撞去 我就說我很想做好我的戲 什麼角色都希望嘗試 但如果同志片 我覺得我自己是過不了的 我自己是拍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拍同志片 要親吻到剛才這樣 我覺得我可以 撞來撞去完全是男和女一樣 那一刻是閉上眼 大家撞來撞去 你說是 你說是 你試試看 跟阿天阿撞來撞去 因為我很少這樣撞 我撞不到女演員 你還沒有 我也撞不到男演員 所以撞來撞去 是激情反而比較容易弄 是沒有感覺的 但如果你說真的 好像愛情片這樣煮 很浪漫 那些就難了 那些真的要溝通好一點 對於這個話題 其實我還有很多東西想繼續撞去 慘了 一圈圈 為你圈中生活娛樂大小事 即刻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到討論